我们今天也新增了一位境外移入的病例案499 这一例是从菲律宾来的二十多岁的女性 今天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个案 让国内武汉肺炎确诊总数来到499例 其中407例境外移入病例 55例本土个案 36例独母舰队 以及一例不明 今天新增的二十多岁女性 她在9月10号入境台湾且无症状 之后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拆检 并送往集中检疫所 在今天确诊住院隔离中 那目前我们知道的是 掌握了同班机的救者有17人 那其中12人是前后两台的旅客 那列为居家隔离 另外5人是机主员 因为有适当的防护所以自如这样管理 而这名二十多岁的女性在来台工作前 有和10名即将来台的菲律宾一公接触过 指挥中心表示将进一步调查 这十位接触者是否已入境台湾 如果已入境台湾就会要求居家隔离 另外如果是iPhone的使用者 肯定知道苹果推出iOS13.7更新 在这个版本中新增了COVID-19暴露通知功能 且不用额外下载APP 只要民众接近五废患者 手机就会发出警告通知 不过据了解这个功能 在台湾的用户并不能使用 只有一个部分可能是由各国卫生单位 看要决定怎么去 就是说确定这个人是确定定例之后 那他怎么去在这个人的手机上面操作 没有去做后续的一个规划 原因是因为可能两个月前 其实台湾就已经跟AILAB有合作一个类似的APP 那当时没有开放让大家下载的原因 大概就是说 因为国内暂时也没有任何的疫情嘛 那另外一个是 这个其实是要大部分的人都 就是有一些是侵犯隐私的一些考量 那这个都可能要需要一些国内的一些共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